今晚又回到我們FM105.9 從星期一至五晚上的廣播 今天是星期四我們主要討論家國的地產 今晚我們很高興可以請到幾位 很少見到我們這麼多嘉賓 一個是Michelle Donne 她是一個很資深的地產從業員 後面的團隊 例如Michael和Angeline 她們是專門翻箭樓宇的團隊 她們也有很多其他的項目 現在在市場裏面做 我們想請問現在的市場是如何 例如去年沒有疫情前 和現在疫情後對她們的發展 或者對她們的影響有多大 可以聽聽她們說的話 阿玲有沒有東西介紹 沒有啊 其實這個項目我挺熟悉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好啊 因為我經常去Commedia Adjustment 聽說話 當然有幾位專家 更加可以說一些 Custom Bill 其實Custom Bill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個同事 她在Scarbo Brough附近 她們在那裏買了一個Lot 那一般都不是很大 她那邊始終都是古老的Lot 都不小 多於50呎Frontage 應該60-70呎Frontage 相對來說是舊的Lot 但我問她Custom Bill 那時她Custom Bill 好像2700多呎Frontage 她買了100萬 等了60萬下去 所以160萬 160萬 170萬 差不多 標了一個2700呎Frontage 意義 很簡單 她說 她是小孩大 我建造一個家園 建造一個家庭 讓她們從小成長大 其實這個概念 建造一個Dream House 是很多人喜歡做Custom Build 所以這個行業 永遠都很蓬勃 所以我覺得今晚選擇 有這麼多人可以說 我先設定一個背景 而且我們唐人做翻建的公司 不是太多 主流當然是很多 但如果是一個做得好一點 而是有知名度的華人發展商 其實不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一下Michelle 或者Mike 或者Angeline 說一說 你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方面 因為大部分五萬多個同事 都是做樓宇買賣 做新樓房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這方面 去做翻建樓宇的項目去做呢? Michelle 或者我先開始 如果是這樣 其實 剛才Alex也有提到翻建 很多人說 例如在Buff 在舊城區裏面做翻建 其實你看回過往的 尤其是我講疫情之後 我想你看到最近 如果你看回王家銀行的經濟數據 都要告訴我們 其實在過往兩個月 在下方的 床島的樓盤 都降溫了 有時候想想 為什麼好像 獨樹一次 為什麼在獨立屋方面 會建造成 好像突然會這麼搶手呢? 其實我想有很多原因 第一,我想疫情令到 我們都會避免太多 人多的地方在一起 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說笑 如果你住在二十六樓 你今天要趕時間下電梯 如果那個電梯 對著兩個人在裡面 你都不敢進去 或者你進去 突然有人咳 那你怎麼辦呢? 再加上現在 我想我們在預見的將來 很多人的工作 都會留在家裡 如果我住過 一座房子 甚至二座房子 兩夫婦 加上一首歌 都在家 上班 變成可用的空間會少 變成很多人就越來越喜歡 不如我喜歡搬上去 一些大一點的房子 大一點的房子 我們又受了另一種困擾 你要買別人的設計 別人建了房子 還有新的房子 外牆是別人的 外籠是別人的 外籠是別人的 地區也不一定很適合 是不是? 我想很多人已經開始 不如我 過往十幾二十年 可能開始有些轉變 尤其是疫情的原因 如果有些 再加上住在一些 喜歡的區 例如有些人進去紐約 有些特別的區 他很喜歡 但他的房子舊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唯有 不如我又不想搬走 不如我就在自己的地區 上自己建 我們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求 你想想 剛才說到 如果你裝修的 你都受了外牆的限制 對不對? 那你房子一定有門樓 窗窗在那裡 你只要在裡面的粉色裝修 但是如果你是由外面裝修 建一個環境的話 你連外面 你連地點 你連裡面 全家都由你自己 私人打造 這是很吸引的一個地方 是 但是我知道你們 譬如說 在馬琴區 有一個樓盤 現在是出現的 就是Leapwork的概念 變成你們覺得 現在是不是 有這樣的市場 所以你們可以設定 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你們是刻意去做這個產品出來嗎? 其實已經很久了 Michelle都可以和我一起說 我想我們這個樓盤 已經是差不多六年前 是嗎? 是 我們已經在設計 是 這個需求 在Town House 我們是希望 將我們 建了十幾年 Custom Build Home的經驗 豪宅的經驗 擺放下去 可以令到 鎮屋 這個 Live Work Concept 一起 Michelle可以和我 因為我們公司 已經可以 建了差不多三百多間 豪宅 一直走來 是很久的 Michelle你可以 因為其實 豪宅來說 三百萬 四百萬 畢竟買 受眾的群體 是有限的 買到三百多四百萬 這種豪宅的人 貸款這方面 都可能會 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打算 有很多 早生意的人 他就願意 說 我家一樓 可以自己做 一個小生意 然後二樓 三樓 都是按照我們 自己家人住 這樣 方便一點 而且現在 這個疫情之後 很多人是 工作 從家 很多 好像有些 會計師 律師 之類的 如果 辦公室 就在一樓 他住在樓上 其實很方便 如果真的有需要 建立的話 下層樓 就會見到客人 會方便很多 其實Michelle 你這個概念 是六年前已經發展 很小 是嗎 我們這幅地 其實六年前已經買好了 一直跟政府 在談 如何 重新 Risone 如何設計 這幅地的新的用途 所以 按照 Kennedy 政府說 政府都想有 一些商業的 商業的 結構 在社會 所以按照 Kennedy 政府 批了七間 上居下舖 的形式 買得很快 是的 這個概念 跟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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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已經有賺 是這樣的 當年 15年前 出盤 15年前 大約 它不是出盤 那時候 已經建立好了 其實那時候 概念 不是那麼有效的 大家都知道 那些店舖 在樓下有些店舖 但是 分別 就不一樣 因為那些店舖 是居民區 那個位置不同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 15年之後 其實因為 封鎖 其實似乎 大家已經意識到 可能Work from Home 是一個 可能是 結構性的改變 現在 將這個概念 再擺出來 其實在 市場的概念 是絕對有效的 是嗎 因為那個 連結在 但是不是真的 確實是真的 會有效的 上居下舖 可能 現在你也知道 很多供應 甚至上居下舖 可能你形式上 都是整個門面 那 其實可以 OK 搞定 那些 法律 已經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們是很貼地 貼市場 其實 顧問論如何 就是 就算做 製造 你始終也有個 門面 有個舖 例如 我看到有人 在家裏 做 接收外賣 做 日本餐 結果 他們始終都要去 有個門市 是 給別人的感覺 是舒服 所以 其實 你們的概念 是相當的 但我想知道 過程 是你們今年的 轉動這個 市場的概念 還是 一路籌備 都會這樣做 我們一路籌備 都是這樣做 但今年 正式開盤 開始買這個 林法 我明白 正是 剛剛水到 其實整個時間 又對 你說得非常對 因為那個 Live Work 這個概念 不知道是不是 撞到疫情 其實基本上 一些人收到這個資料 很多 的行家 已經走來 找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先買 可不可以幫我們訂 基本上 是很搶手 都不用買 那些人敲上門 已經 可能有些 已經是買了 買了 可能都想看看可不可以 再賺多些 只不過我們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不准 他們這樣參與 或者我想再加一點 因為你們剛才都強調 在工作方面 其實在生活方面 我們選擇這個樓盤 都很及時 因為我們都很貼近地氣 可以這樣說 我們聽到很多人的呼聲 就是 我買一間屋回來 可能我還要裝修 很多人說 那很不方便 或者我還要裝修到很豪華 我又要搬出去 所以當我們設計這間屋 除了我們工作那邊之外 或者少許的介紹 我們兩層高 第一 上去一層 和二層 都是十尺樓底的 很多人覺得很喜歡 再加上 我們在早期 如果是早些 跟我們買的時間 我們可以 甚至是有些 私人打造的地方 例如我喜歡的廚房 在中間 或者我喜歡的廚房 在屋後 在屋前 我們都可以跟你配置 如果再想想 我們那個位置 我們在生活方面 我們設計得很好 你知道我們那個位置 隔壁將會是 湖松廣場 或者現在有的 大的廣場 是 是 是的 你想想 在多倫多一個四季 這麼分明 尤其是冬天會長的地方 夏天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 就算我們有不同的地方 那些人認識我們 我們在多倫多 你很少說 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可以走到去 其實如果我們那個地方很特別 就是 我們走到來 很多食肆、銀行、超市 都在那裡 而且我們在設計 這個小區的時間 我們顧及到生活的質素 剛剛也配合到現在 疫情的關係 我們是有自己的後院 當你工作很辛苦很忙 你不用走出去接觸人群 你有自己的後院 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尤其是在下廣場搬上來 我們又很接近有 我們去訓練 落到下廣場 其實只不過是25分鐘的事情 但你居住的環境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的設計團隊 整個設計的時間 是真的做得很好 還有希望有一個家的感覺 就是自己開一輛車 拍在自己的走路 下車 進去 然後很空曠 很高的階段 然後走進去看到自己的背景 有自己的背景 所以這整套的配件 是希望人們有一個家的感覺 還有現在的人用… 攤空始終是比康道最喜歡的 對嗎? 其實Michael 你們所說的認識就是 你可以有… 不是完全是自製造的 但可以有很多的設計 在內部設計 然後按客人的需要 是的 我們將我們的口號 建豪宅 找金鼎 我們就… 完全放在我們這個項目裡面 而且我們強調 剛才說的 很方便 我們只不過說 你只要搬進來 你搬家具 搬衣服 進來 接過網絡進來 全家的防盜 保安系統 全部都是工作系統 在這裏 是一個Smart Home 即是屬於一個 luxury townhome 是 絕對 但不是一個 luxury的價錢 但你的 luxury home 只有兩層 不是三層 是三層的 是三層的 三層的 是單車房還是商車房 單車房 單車房 我們說是後面的 Freehold Townhouse Square 是單車房 OK 而且在一樓我們可以做一個套房 即是有些老人家 可能不想下這麼多樓梯 我們一樓會有一個套房 開門出到後院 老人家這方面 可能不方便 對我 對我老人家 我和你一起說話 因為我知道在那區 例如你街頭街尾 都批了很多 真的 購物出來 剛才街中間就接住 其實你們在這方面之後 有什麼新的計劃?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建造豪宅 我們自己有豪宅的項目 即是獨立屋 而且我們一直有幫客人 去建造他們心目中 自己想要的一個獨立屋 Townhouse的話 太古之後應該會有兩個 但現在都未確認到 現在都是審批的東西 政府這邊就慢一點 要等政府慢慢走這個過程 但都是馬琴區還是哪個區? 暫時 Richmond Hill會有一個 然後可能在湖邊 例如你剛才說的 那個 西加坡湖邊 我們都在看 有一個項目 也挺有的 在那個 那邊自然環境比較好 Michelle或者Michael 你們有沒有做Infuel? 什麼叫Infuel? Infuel 意思是買了一個地 然後剝破屋 然後再重建 是我們主要的工作 這個是我們的項目 OK 我們一直是開建 就是建造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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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講的 現在在說的 在歐克尼利 你不是每個單位跟他做 譬如一堆屋 一起做 做完之後 賣的形式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發展商 發展商 發展商 基本上就是剝破了大地 然後再重建townhouse 是 我們會拆了之前的Club 300 是嗎? 之後不能打保齡 就是Club 300 就是Club 300 我們將果洞轉成69個 freehold townhouse 以及7個上居下舖 7個上居下舖 哦 所以 其實 你做7個上居下舖 應該可以做多一點 沒有 它是on old Kennedy 因為你做商業 一定要有門面 要在前面 對 要有門面 所以可以on old Kennedy 那裏 我們福地on old Kennedy 那裏 可以做到7間 政府批評到7間 嗯 這個就不是Goful Committee of Adjustment 這些雙鯨 雙鯨 subdivision 嗯 其實那些就當作一個建築 這樣做 但是其實 你們做的那些 individual 多不多 因為那個其實都很花式 我想時間 沒有這個建築 建築可能去四五年 才完成這個項目 你講六年 你講六年 但是如果 如果一個居下舖 一開二 或者一間屋後 做一間Monster Home 通常是18個月左右 那個連結比較短一點 你們其實那邊那些做得多不多 其實那個市場 我反而想問那個市場 我們應該是華人裏面做得最大了 在單獨這種 離開家庭的重建裏面 我們應該是做得最大 我們每一個區都會有 你逛逛街很多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行業 明白 那容許我 不好意思 Joseph 我想透露一些資訊 我想大家有興趣 譬如他們通常那個做法 是買了那間屋 那間屋 那人說想波南去重建 那接觸你們 其實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很多客人 在他還沒買地之前 已經會來諮詢一下我們 因為其實不是每一個區都會收拾翻建 所以我們其實會用我們的經驗 去給他一些提示 就是我們有幾個區 是我們建議你 如果你真的想建一間自己的屋 那某一個城市的某一個區 可能比較適合 那很多客人 他是買地之前 已經會來 已經會來跟我們 開始所有的準備的功夫 那我們會幫他買地 然後我們會幫他做地形探討 就是做地形探探 然後由畫圖設計 到社會也好 申請建設計程序也好 我們是一路跟開的 所以我們會想要什麼 然後我們怎樣幫他設計 這間屋 我們需要 我們會帶著客人一步一步走 譬如說市場 應該原則上 去到大部分地方舊區 四、五十年樓 是已經可以提供應 對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說我喜歡一個區 你側面是說 怎樣說呢 一個不太好的區 你都可以重新建一間新屋 看看你值不值得建 明白 明白 所以這個過程 如果說你選擇 BEN旁邊的房子 可以重新建 對嗎 然後你就會開始跟他解釋 怎樣處理 然後做一些設計 對 有些設計 還有牽涉到 你會建造多大 會不會過了 要做一些小的改善 對嗎 小的改善 我們會跟他做一個評估 我們會通常跟客人做一個評估 看看地和建造相不相符 在投資 因為建一間屋 我們都會幫客人想起一個投資的角度 不是隨時的區域都是好 所以剛剛Michelle說 我們有幾個區域是很贊成 很希望客人會介紹給他們 以及會問客人 究竟你想自住 還是想用來投資 所以做了一個 Qualifying stages 然後大家拍板 然後就看看市場是否有一個 小的區域 還是做一個應用 然後你們有負責 我們會帶著客人一步一步走 通常你負責費是多少 即是Project Management和Development 其實我們 收多少% 我這個沒有一個 我們都是看每一個區 可能都有不同的 看你負責負責費 如果你收到30% Ellen 如果你收到30% 我們就收到30% 收到30% 你的收到15%就算了 因為你比較熟 英俊 那沒有辦法 如果你這樣偏心 我只會找個樂隊和你做 我只會找個樂隊和你做 周遜,你去哪裡了? 我剛剛說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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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交給我 我全都搶了 你所說的 我全都問了 因為我見過他們很多的Products 出街 他們很新潮 譬如現在流行的平頂 大玻璃 全部都是 新的設計 對 不適合我的老人家 全都是 新一派的 你說笑 不適合你的老人家 不適合我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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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 我適合我的老人家 我見過很多Products 我找到一個朋友 在North York 在Lessy 和Dormix 他有一家庭 我正在興建 我剛剛去到朋友 我很八卦 我走過去 原來很厲害 我看了兩眼 他們的設計 全都是Stone Farm 用的材料比較特別 並不是到處看見那些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找Michelle 和她的照片 為何你們不是跟傳統去做事 而是說你們別樹一格 覺得這麼難 其實每個客人都不同 因為我們是有自己的項目 我們自己會去買Lessy 自己會去投資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項目 我們自己的項目 可能我們可以作主 特別一點 現在有些年輕一點的買家 他們可能會喜歡一點 有些客人是買 如果有客人自己的房子 那客人自己就可以去要求 我喜歡傳統一點的Lessy 我們就幫她做傳統一點 或者現在比較流行的 Transitional 也不是太Modern 但又有些Modern的元素 是 其實大窗 大天窗 這些採工 很多老人家都喜歡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 和大家解決 找一個理想家園 即是理想怎樣都可以 理想怎樣 理想是理想 理想怎樣 Benz 瘋人還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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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是 我看到大部分你們出的產品 都真的全部三百萬以上的東西 譬如說 一般普通的家庭 我有一間小一點的房子 譬如現在是一間Bungaro 在North Shore 只有五十成一百 我計算吧 現在Bungaro是一千多尺 但是我又不出現這麼大 我建一間大小小 二千尺的Bungaro 你也不會贊成我們這樣做 因為你們 家見 我都不贊成你二千尺的Bungaro 因為我們所謂的DOWNSIZING 我又不想上樓梯 我去Bungaro 我兩隻公主都夠住 那兩床做甚麼呢 但我已經舊了 50年了 我又不想對住這麼舊的房子 你們會否提議我們做還是不做呢 很多DOWNSIZING的客人 其實已經訂了去買我們TOWNHOUSE 已經 又是豪宅的標準 又是小 我們可以幫他安裝了 這樣他全都可以 Joseph 我發覺你找問題問 真的 你兩個想怎樣 你是叫別人建議 你搞甚麼 一般老人家的話 他有很多建屋 他都會建一間新屋 因為終有一天 你說我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終有一天他要賣出去 很多老人家找我們建屋 他們是去Bungaro 舊的 你說現在的Bungaro 四五十年前很多八尺樓頂 沒錯 沒有Basement 或者Basement特別矮 他住得又不舒服 所以很多老人家 其實他現在都會建一棟新的屋 他會 屋裡面 他會安裝一些 電梯 Basement 做高距 因為我們Basement 一般都會做到十一尺 高那些十三尺 所以很多老人家 在Basement 他會有活動的空間 打麻雀房 唱K 所以很多老人家不是低重 他是想要一個比較舒服 他可以一路住在這裏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喜歡電梯 最常見的就是老人家要求我 我的新屋裡面一定要有電梯 剛才Michelle說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越來越多 很多年長的一輩 他們退休 住在自己的房子裡 配偶在這裡 或者配偶離開了也好 他們可能已經有一個 將他的資產 承傳給下一代 但往往 譬如像剛才說 舊區的 就算在North York區也好 可能百六、百七、二百萬一間 就算在裝修裡面也好 他裡面的房子是不升值的 他也是這麼少錢的 但當你將這間屋 可能你用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可能甚至少少不便 可能搬出去一年 甚至住在裡面也好 用來賣給他也好 他將這間屋住的時間 可能舒服了很多年 然後再賣下去的時間 已經不是一間百多萬的房子 所以我們有很多 退休的老人家 是來找我們興建的 就是這樣 明白 也不想搬開那個區 他對住了那個區 有感情 他希望他也可以留在那個區裡 你現在突然叫他 不如你買房子 然後搬去其他地方 他也不想 明白明白 不如有三十秒 不如有Michelle 可以網絡 給我一個聯絡 例如我有興趣 或者Ben有興趣 可以找你 對嗎 嗯 可以建一塊房子 在這裡 可以建一塊房子 其實建房子來說 其實建房子來說 現在很多投資客 他們都會考慮 因為經濟效益 真的有數計 是 是 即是 投資和回報率 真的很可觀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客人 知道在前兩年 講開前兩年 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的 就是賣地 沒錯 一五一六年 很多人真的 瘋狂地賣地 在Norshaw這邊 那現在這個市 如果單靠地 賺錢又賺不到多少 可能還會少少 所以很多這些投資的客人 現在會考慮 那我這塊地 不如我再建一塊 那他的投資匯報率會更好 明白 那如果要找你 就找Joseph 找到你了 好 Michelle 在行內 都很出名的 一個成功地產 沒有 沒有 你很多地方找 跟Joseph找 你們時間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Joseph 你們叫什麼名字 你們叫什麼 GOLDEN TRU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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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定事業 麻煩你GOLDEN TRUST的同事 有機會再聊 值得更多 很重 比词